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OK 大家好,欢迎来到声音音音音声音教室 我是顾语 好的,今天给大家讲Capt1第四课 镜头与颜色 好,我们上一课讲到了一些导入 我们今天把照片已经导入进去了 这是我之前拍摄的一作品 好,可以看到这张图片是 CL2 好,我们点击这里,它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镜头校正 它能识别出你的镜头 可以看出,这里用的是佳能50 1.4的镜头 那同时可以在配置文件里面选择各种各样的一些镜头配置 它能帮你校正一些积变 比如说蔡司的 我们可以点击蔡司1.8 851.8 可以看到它会有一些积变 同时你可以选择其他的,比如说索尼的 索尼24702.8 可以看到它也有一些积变 这里的目的就是选择你相对来说 合适的一些配置文件 一般我们会选择推荐项 推荐项它就能自动识别出你的相机镜头 包括怎么去删除一些色差 同时你可以手动调整它的积变 比如说你用的是三五镜头变形比较大 或者说是1.16的 可以手动调整它的一些积变 包括锐度的一些衰减,还有光线的衰减 因为每个镜头都有或多或少的一些积变 同时我们也可以在这里解决 紫边和蓝边 可以直接在这里设置 好,包括旋转我们上次有讲到过 可以左右旋转,包括左右的翻转 同时也可以水平翻转 垂直翻转 好,今天我们主要讲的还是颜色 颜色功能区打开以后我们首先看到一个 直方图,我们选择另外一张图可以看一下 这张图可以看到它有一个红色 一个绿色,一个蓝色,这是它三原色的一个色彩曲线 它的一个色彩分布情况 包括还有一个灰色的线 这是它一个亮度分布 我们在后面的课程会进行详细的讲解 下面它会有它的ISO 快门速度 光圈 好,第二个是图层 它基本上有了这个功能以后 可以把图片修饰的差不多不用进到photoshop里面 好的,我们点击加号 好,新建一个图层 比如说皮肤 好的,我们选择画笔 在画面上点击右键 可以调整画笔大小 硬度,不透明度 包括流量 好,我们可以在脸部上进行涂抹一下 好的,我们可以点击右键 选择羽化遮罩 我们把羽化值调整的稍微适当的大一点 让它边缘更柔化一些 好,同时我们按快捷键M 可以把遮罩暂时隐藏 好,我们就新建了一个皮肤图层 我们对皮肤图层可以调整它的一些基本特征 皮肤图层我们可以调整它的一些白平衡 比如说它的色温 色彩 可以看到它的皮肤是有变化的 同时我们可以调整相应的一些色彩平衡 偏蓝一点 还是偏绿 还是偏红 都可以这样进行调整 它就相当于我们单独把皮肤这个图层给提出来了 好,同时我们还可以新建一个图层 好,我们换个图 好,这张图我们也新建一个图层 记得点一下快捷键M 红色的服装跟我们红色的萌版肌肤重合了 凭感觉可以涂一下 好,涂完以后也是一样 按快捷键M 把萌版给取消 点击右键 羽化遮罩 调整羽化的数值 然后我们这时候就可以调整它衣服的颜色了 衣服就被我们提出来了 比如在白平衡里面我们可以调整它的色温 也可以调整服装的亮度 对比度 亮度 曝光 饱和度 好,我们在曝光这个菜单里面 也可以看到也有一个图层 也是一样的 只是说我们分布在不同的地方 好的,了解完我们图层以后 我们可以在基本特征里面可以看到 它可以识别出我们的机器 当时我用的是6D派的这张照片 它能识别出来 同时可以看到它有很多相机的一些配置文件 这是卡普特网里面非常强大的一点 可以看到这里有富士 尼卡 马米亚 索尼 包括佳能 尼康 包括Adobe 都有 好,我们看一下尼卡 比如说尼卡 M240 可以看到它的一些配置文件的颜色都在里面 虽然有一些细微的变化 但是已经很不错了 比如说索尼 索尼刚出来的A9 A9的颜色 A7SMR 好,A722 不同的配置也不同的文件 这是最初的一个颜色初始化 然后我们在这个技术上进行调整的话 更便捷一些 假如这么多不知道选什么好 Homeplace 我们还是可以选择它的推荐项 它也会自动识别你的机器 包括它曲线 它会推荐一些一些高对比 或者一些标准 还是风光 可以在里面进行选择 好,白平衡很简单了 第一个是自定义 然后有标准 然后自动 比如说白纸灯啊 风光啊 等等一些色温数值 也可以在上面直接调整它的色温 调整它的色相 也就是色彩 同时你可以用吸管工具 在画面里面吸取灰白色的地方 作为基调定准它的一个色温 比如说设色器 还是不能选它身上太过亮的颜色 比如是红色 我们选择以后 它的色温整个就会变色 黑色也不对 我们一般会选择白色或者灰白的地方 假如不知道怎么去校准色温 可以在拍摄的时候 拍摄一张灰卡 作为色温的一个调整 好,接着我们讲一下色彩平衡 可以看到色彩平衡它非常有意思 是一个三向环 有点像影视达芬奇调色 它里面也有阴影 中间调 高光 左边的这个滑块控制它的饱和度 右边的滑块控制它的明亮度 这个小滑块控制它的颜色 比如说我们在中间调选择黄色 黄色我们提高它的饱和度 可以看到整个画面就开始变黄 同时我们可以提高黄色的亮度 好,我们整个画面整体就是偏黄的一个色调 同时我们可以把画面调的偏蓝 它的阴影部分调成偏蓝 蓝色提高它的饱和度 降低它的亮度 我们让阴影整个感觉偏蓝一点 这样按小滑块去调整 相对来说会比较麻烦 现在Capt1也出了一款调色台 同时你也可以直接点击鼠标上面 可以滑动这个小圆圈 然后在画面上进行选择 选择你喜欢的颜色 然后这样会更直观一些 同时你也可以单独的调整阴影 中间调或者高光 放大的一个模块 它也同时推荐了很多预设 可以进行调整 这是它默认的一些预设 在后面的课程我们会讲到 如何去载入自己制作的一些预设 包括在网上下载的一些大色的预设 好的,接着来到色彩编辑器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HSL 它在这个地方叫色彩编辑器 好,我们把图片恢复默认 可以看到它有一个小散区 挺有意思的一个小散区 首先我们今天要调整它一个衣服的颜色 我们可以用实色器选择它衣服上的红色 可以看到它能在红色上面标出一个点 就是你现在选取的这个颜色 好,我们可以点击这里观察 可以看到其他地方就变成了黑白 我们选择的红色还保留着在 同时我们可以调整这个扇叶 让它变窄一点 可以看到它脸上的部分还是有点偏红 我们让它再窄一点 我们只需要裙子的红色 OK,可以看到我们红色都提取出来了 同时这里我们就可以调整它的一个色调 它衣服的颜色是有变化的 但是其他画面是没有变化的 好,我们把观察层关掉 我们继续调整它的色调 好,调整它饱和度 然后明亮度 这样低一点 OK,这就是我们调整的一个裙子 我们再观察一下 可以看到颜色出来的很好 但是觉得这个范围还不够小 怎么办 好,我们恢复默认 我们来到高级看一下 也是一样实色器 可以选择红色的部分 它这个实色器更精准一些 因为它可以调整前后 我们还是把观察器打开 调整它的前后 调整到非常小的一个范围 也就是我们要调整的一个红色 可以看到脸上的部分和车的部分 都是饱和度变成了0 而且在这里只有这种红色 我们调整它的一个色调 调整它的明亮度 调整它的饱和度 对的,这里我就随便调整了 之后我也会在一些案例的课程里面 详细讲到怎么去使用和搭配着使用 好,之前我也做过一期HSL的一个 黑金色调的一个教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同时这里有一个皮肤色调 我们可以选实色器 然后选择脸上的颜色 然后也是同样的方法 缩小它的扇区 然后控制到只有脸的部分 它这种调整方法 其实跟我们刚才的涂层有点相似 然后选择完脸上的皮肤以后 也是调整它的一个色调 保额度 敏亮度 等等一些功能 好的,可以看一下我调过的一些颜色 用了不同的色调 调整了一些不同的颜色 这是我之前拍摄的一组作品 还找SCC借了一个2000万的布加迪威龙 非常棒的一款车 好了,今天的第四个就到这里 你学会了吗?